歡迎收看屈機觀察 眾觀環宇 洞察先機 環宇俊宇大宇 據報導稱 最近中國就取消了45% 來自日本的工具機廠訂單 預計的總金額達到千億日元 中方這一行的措施對日本來說是十分之驚訝 也有分析認為 今次是中國積極減少對日本工具機廠依賴的重要體現 顯示中國正在努力發展自身的工具機廠技術 眾所周知 工具機廠在製造業當中 是扮演著核心的角色 製造業是國家繁榮和實力的關鍵所在 沒有了高精度的工具機廠 就難以製造合格的零件 更加說不上製造高鐵、飛機 甚至海上巨無霸、航空母艦 日本在二戰結束後就得到美國的支持 成功快速重建了新的工業體系 然後日本就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並且在工具機廠產業當中 日本也成長成為行業的領頭人 很多機廠技術都達到世界領先的水平 由於日本工具機廠產業發展得早 基礎實力強大 市場規模又廣闊 因此在工具機廠產業當中 很多國際技術的標準 品質認證數據 以及維護保養流程 都是日本企業有份參與制定的 而受到技術限制的原因 很多國家的工具機廠產業發展 都要向日本看齊 以及要依賴進口日本的工具機廠 相較於日本工具機廠產業的發展 中國這一邊都曾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低端國產品牌之間的同質化競爭 亦十分激烈 中介機廠和零件 就要高度依賴進口 而高端市場 受制於海外禁運和技術管制 有巨大的技術空白 有數據顯示 目前我國高階工具機廠 所需要的核心功能部件 大部份都要依靠進口 日本就是我們國家最大的進口來源國 日本的工具機廠和相關零件 大約佔了中國進口量的三分之一 在這樣的背景下 幾乎沒有人會相信 中國會減少日本的工具機廠訂單 但事實又真的是這樣 中國不單止主動取消了部份的訂單 而且規模還很大 這樣就令人有疑問 中國這樣做 會不會影響自身工業生產 或者說中方是不是已經有了解決的方案 才這麼大膽取消了日本工具機廠的訂單 另外也有分析認為 中國今次的做法 是想換一個打法 來反制日本 理由就是日本跟隨著美國 對中國晶片發展進行了圍堵 所以中方必須要日本付出代價 當然還有一種聲音就認為 就算中國為了反制日本 都需要在工具機廠領域上 有一定的實力 才不會受到影響 而從現實的情況來看 目前中國在工具機廠領域 似乎已經有了一些話語權 今集大宇跟大家說說 中國取消日本千億機廠訂單 在節目開始前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WKTV 留言 讚好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近年來中國在技術封鎖領域 取得了巨大的進展 科技封鎖也都被氣稱為 捏住了你的頸 一直伴隨著中國的發展 尤其是在航空 通訊 汽車 電腦等等的領域 我們不得不承認 我們依然在某一些方面 受制於其他人 回顧歷史 我們曾經多次上當受騙 花費巨資 購買過時 而且不發達的二手科技設備 在某一些尖端領域 外國也實施了嚴格的技術封鎖 試圖阻止中國的發展 而為了限制中國的發展 日本更加積極地行動 最近甚至傳出一種荒謬的說法 沒有日本的高精度機床 中國連槍都做不出 為什麼機床會這麼重要呢 我們必須要明白到 工具機床是被譽為工業武機 它的品質決定了一個國家製造業的強大程度 對國家的發展是至關重要 雖然中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強大 但實際上工具機床技術 一直都未能夠完全掌握 提高國內工業工具機床的水平 對中國來說是勢在必行 但是那些已開發的國家 又怎會這麼輕易分享核心技術呢 為了阻止中國掌握核心技術 西方國家尤其是日本 一直都喜歡封鎖中國工業機床產業 以及打壓我們 日本是早期崛起的工業強國 二戰之後 在美國的幫助下 日本的製造業快速發展 建立了完整的產業鏈 湧現出很多尖端的企業 跟當時的中國相比 日本在這些領域確實 更有競爭力 中國的早期製造業高度依賴 進口工具機床 而且相較昂貴的 德國機床 日本的先進工具機床 就更加受歡迎 並且在一段時間裏 佔據了國內市場的主導地位 然而中國從日本進口的工具機床 大多都是一些 小型通用的 民用工具機床 只是適合生產汽車 鐵路等等的產品 此外國際條約的限制 亦都令到中國 難以取得高精度的 軍用工具機床 中國想要建造自己的航空母艦 火箭和衛星 但日本出口的民用工具機床 就難以滿足日益強大的 高端製造需求 因此自主研發高階的工具機床 就成為至關重要的任務 而中國在這一方面 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展 從1998年到2004年 國內CNC工具機床的生產 和消費年平均成長率 分別達到39.3% 和34.9% 掃控工具機床的製造技術 在短短幾年內 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縮短了從世界領先水平的距離 但是日本為了保持 他們工具機床產業的領先地位 一直都採取嚴格的出口政策 日本對外出口機床的同時 通常都會附帶一些 苛刻的技術條件和限制 以確保他們的技術和專有資訊 不會被外傳 這一種的技術封鎖措施 是有效地阻止了其他國家 在工具機床領域的發展 並且令到日本 能夠維持他們在市場壟斷的地位 日本之所以這麼積極 其實一方面 是出於對中國國體的擔憂 另一方面 就是為了 要從技術壟斷當中獲利 說到這裏 難道日本的工具機床 真的那麼強大嗎 我們可以從以下的故事得到答案 在冷戰期間 蘇聯就製造了世界 第一艘核動力潛艇 列寧共青團號 但是由於技術滯後 蘇聯的核潛艇一直 都很吵 甚至還被氣稱為 水底的拖拉機 到底是甚麼原因 導致蘇聯的核潛艇那麼吵 傳統的海軍船艦所使用的 螺旋掌推進器 儘管它的效率更高 但是螺旋掌和海水之間 就會產生大量的氣泡 而就會腐蝕到螺旋掌 並且產生噪音 而螺旋掌傳動的機械結構複雜 摩擦產生的噪音 就會嚴重影響潛艇的靜音性能 令它更容易被敵人的聲納所偵測 然而由於缺乏高精度螺旋掌的處理技術 蘇聯造出的螺旋掌 就遠不如同期的西方產品 蘇聯沒有辦法建造低噪音的潛艇 這種情況 甚至是擴展到其他艦艇 所使用的可變螺旋掌 亦都存在了技術的難題 而日本的東芝公司 就擁有能夠實現這項技術的工具基礎 為了獲得這項技術 蘇聯真是花了巨資 以高昂的價格 從東芝購買了四部 九軸掃控機場 日本和蘇聯之間的秘密交易 就改變了美國 和蘇聯海軍力量的對比 美國在升納反潛方面 就失去了優勢 使得美國和北約成員國 難以偵測到蘇聯的水底核潛艇 然而這項秘密交易 一直保密到1987年 當美國政府得知真相之後 就大為震驚 就要求日本政府要徹查這件事 在美國的壓力底下 日本政府對工資公司 就進行了嚴格的調查 最後就查獲了一些秘密的資料 並且逮捕了相關的人員 美國國內 上下都一致指責日本政府的行為 甚至威脅要制裁他們 面對著美國的壓力 時任日本首相 忠貞更康運 就被迫公開道歉 並且向美國保證 不會再發生同類型的事件 從這件事件中 我們就可以看到 當時日本在工具機場的領域 是擁有領先的地位 故事就講完了 接著下來 大宇從技術 研發 品質 和市場等方面 進行詳細分析 第一 技術創新 日本的工具機場製造商 一直以來 都是非常注重技術方面的創新 他們在工具機場控制系統 精密加工技術 自動化技術等等 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例如高速切割 微細加工 高精度加工等等領域 不單止有著先進的技術 而且是領先世界水準 而面對這些技術的創新 就令到日本的高階工具機場 在精準度 穩定性 效率上面 亦都有明顯的優勢 跟它相比 中國在這一方面的技術創新 確實是存在不足 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雖然我們國家 在工具機場的製造領域 取得了一些進展 但如果跟日本相比的話 就存在一些問題 例如 在高速切割 微細加工 高精度加工等等 領域技術的水準 確實是相對比較低 除此之外 中國的工具機場製造商 在自主創新 和核心技術研發方面 都有待加強 第二就是研發的投入 講到這一方面 日本的工具機場製造商 一直以來都非常關注這一方面的問題 所以他們投入了大量的資金 人力 去到研發的活動當中 甚至不斷推動工具機場技術方面的 創新和發展 同時他們亦和大學 研究機構 以及其他企業 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 共同進行研究 和開發的工作 面對這麼高水準的研發投入 還有人才方面的培養 確實令到日本的 高階工具機場的技術 保持在領先的地位 而我們國家 我們的工具機場產業 在研發投入方面 仍然是有待提升 就目前來說 我們國家政府 亦一直鼓勵企業 要加大研發方面的投入 但是如果和日本相比的話 就真的存在一些差距 因此想要彌補這個缺陷 中國的工具機場製造商 就需要加大研發方面的投入 並且提升自主創新的能力 加強和大學和研究機構合作 以推動工具機場技術的創新 和發展 第三就是品質管理 日本在這一方面 是非常注重品質管理 他們嚴格控制 他們的產品質量 採取先進的品質管理系統 以及製程控制方法 確保產品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另外 亦非常注重售貨服務 及時了解和解決客戶的需要 以及問題 面對這麼嚴謹的品質管理 亦確實令到日本的 高階工具機場 在市場上享有良好的聲譽 而我們國家在品質管理方面 的確存在一些問題 雖然我們的製造商近年來 亦都加大對產品方面的掌控 還有品質方面的問題 但是和日本相比 仍然有很多不足 所以我們中國的機場製造商 就應該要加強產品品質的控制 提升售後服務及水平 才可以提升產品競爭力 及市場佔有率 第四就是市場競爭 我們要了解 日本工具機場製造商 在全球市場上 是有較強的競爭力 他們透過不斷創新 及提高產品的品質 就贏得了全球客戶的信任 及支持 同時 日本方面都很重視行銷 及品牌的建設 積極地開拓新的市場 及客戶 對於這種市場競爭力 確實是令到日本的高階機場 在全球市場上佔了重要的地位 儘管中國在高階工具機場領域的 創新能力 仍然是存在差距 但是 過去嚴重依賴進口工具機場的時代 已經不可以同日而遇 中國絕對不會停止前進的步伐 我們積極吸取國外的經驗 和教訓 即使面臨著技術的瓶頸 我們亦能夠將困難化為危機 大力發展自主技術水平 真正實現 從製造大國 走向製造強國的轉變 這些努力 亦令到中國在工具機場領域 暫露頭國 開始向國際市場進軍 另外 網上亦都流傳另一種說法 就是中國的航空母艦 依賴日本工具機場技術 但實際情況又是否這樣 今天我們將會重新審視一下 中國工具機場的實際水平 並且解開這個傳言的謎團 首先工具機場 剛才說過在工業當中 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涵蓋了金屬切割 木工 駐造 充壓 罕接 等等多種領域 雖然日本的工具機場技術卓越 但是 遠遠都未達到 可以領著 我們中國航空母艦的建造程度 中國航空母艦不依賴日本機場 而是使用國產的機場 尤其是在軍工工具機場領域 中國的技術 已經遠遠領先了日本 在全球範圍裏 歐洲 擁有最頂尖的 軍用機場技術 但是中國在這一方面 亦都得到不少的發展 不需要依賴外部的供應 所以中國的航空母艦建造 就使用了國產機場 包括了 萬噸重型油壓機 製造螺旋掌的 七軸五聯動機場等等 中國的軍工工具機場 和日本是無關的 甚至在全球的範圍內 中國在軍工工具機場領域 也是處於領先的地位 中國在螺旋掌製造 大型武斷液壓機等等的領域 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展現出強大的軍工工具機場技術 中國不單止不依賴日本的工具機場 就連在普通的軍工工具機場領域 也都和日本無關 中國的高階工具機場技術 在民用領域方面的確比較弱 但也有一定實力 中國企業在主軸控制系統等領域 都取得了成就 例如江置基電 族研科技和華中掃控 中國已經在高階工具機場領域取得認可 雖然穩定性和內容性 仍然有提升的空間 而中國在軍用工具機場方面 就表現出領先的地位 在中國軍工 航空航太等高端製造領域裏 國產高端機場的實際應用 就實現了多次的突破 已經開始取代進口產品 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 都在積極使用國產機場 這樣也為中國的高階工具機場發展 帶來了很多的技術提升機會 其次 目前我們國家研發出的 五軸聯動掃控工具機場 這個機場 就是航空 航太 軍工 和科研等領域當中 核心產品 和零件加工的 唯一工具 亦都是評估一個國家複雜精密零件製造的能力 的一個重要指標 而之前我們國家這一類的工具機場市場 幾乎完全都是被外企壟斷 不過面對著那些已開發國家 在高端工具機場技術的封鎖 我們國家就不斷吸引人才 和引進技術 終於在十多年的自主創新之下擺脫了對進口高端工具機場設備的長期依賴 而且也有足夠的底氣 敢於和那些曾經我們嚴重依賴的國家說不 除了在技術方面突破封鎖之外 就以這個五軸聯動CNC工具機場為例 它的價格就是國外同類產品的三分之一 這樣就意味著這個工具機場有更大的優勢 佔據更多的市場份額 而我國取消45%的日本工具機場訂單 就不單止令到日本的工具機場業受到打擊 也都迫使日本要重新思考對外的出口政策 日本必須要重新評估對中國的技術差距觀點 以更好地應對新的競爭對手 這件事也都令到日本感受到巨大的損失 也都迫使到他們重新審視工具機場產業的未來 最後大於想說中國工具機場產業 雖然曾經依賴日本機場 但現在在軍工工具機場領域的表現出色 儘管民用仍然存在差距 但中國已經展現出追趕的決心和實力 中國的工具機場技術水準 將會在北九的將來進一步提高 這樣將會有助於確保中國不受其他國家工具機場供應的限制 並且繼續發展國內工業和國防領域 這裡是屈機觀察 我是吳俊宇大瑜 我們下一集再見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機TV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